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部都是代职参选 赖清德想要把我们逗臭 来呀欢迎赖臭 这是用赖清德的逻辑去回敬赖清德 赖清德自己本身在做立法委员的时候 辞职去选市长 做市长的时候辞职去当院长 赖清德以为捡到枪想要打国民党 没想到哪里诈 为什么许淑华不是落跑 许淑华好棒 许晓星好糟糕 这是什么道理 这能看吗 这个像话吗 这一点道理都没有吗 逻辑死亡吗 来我们调出来 所有 所谓的议员选立法委员有哪一些 其实蓝绿都有 因为中华民国的选制的关系 所以你要向上挑战 基本上必然会经过议员选立委 立委选县市长的这个关卡 所以我举例 台北市有八席的现任立委 那八分之六 代指参选 基隆 蔡世英 新北 吴奇明 张鸿路 江永昌 林淑芬都是 那桃园也有 新竹也有 来 台中以南 全部清一色都是民进党的 何兴纯 张廖万坚 黄国书 刘建国 王美惠 陈廷飞 林怡景 赵天玲跟苏正清 全部都是代指参选 我在这里 没有讲代指参选有问题 没有 因为我讲了 这是一个议员 就是往上提升 然后加倍服务 扩大服务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民进党为了想要打这个选战 为了想要凑民进党 不惜凑到他们自己人 按照他们的说法 台中 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的立法委员都最不可设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议员转债立委 民进党要不要先惩处 你们自己的这群民进党立法委员 如果你不敢做的话 请问你凭什么去讲说 国民党的人就不行 你民进党的可以 还有包括王定宇 Mathias说的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名单 我们在这里整理出一个部分而已 所以赖清德想要把我们逗臭 ZZ创说的 来啊 欢迎来臭 你臭我 我臭你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所以我们回到赖清德那一张 赖清德完全是在自打脸 赖清德说 如果你们选议员的 就是未来要当立委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选议员呢 这句话打到了多少的民进党 打到了非常多的民进党嘛 包括打到他自己 来 他在2010年 请问赖清德为什么要辞职 那如果你想要当市长的话 你干嘛选立法委员 2017年 为什么你做市长做到一半 你要辞职 如果你要当行政院长的话 那你干嘛要当市长 两个都回敬你 再来 2019年 赖清德想要挑战现任 赖清德现在不准民进党的议员 挑战现任 制定出一个民进党版的大局条款 想试图 他只是建议 建议 他建议民进党的现任 不能被挑战 他建议民进党的新人 不能去挑战现任 但是2019年的赖清德 却主动的说要挑战现任的蔡英文 大家还记得 你还记得当时被蔡英文凑到 就是的网军凑到在 镜头前面求饶的那个自己吗 你还记得当时 蔡英文是现任的总统 但是你觉得 你也想要挑战看看吗 你还记得自己 为什么要挑战当时 2019年蔡英文的总统大卫吗 赖清德在拿到了权力之后 已经忘记了过去2019年 他的自己了 所以如果赖清德在2019年 能够挑战蔡英文 凭什么民进党的议员 不能去挑战 不能去挑战现任的民进党的立委 赖清德自己都说不过去嘛 再来赖清德自己本身也有职务在身 他一样是代职参选 虽然副总统的任期跟市长的任期 刚好是两年差的不一样 但是如果赖清德你2019年 你就是要去当总统 那你为什么要先做副总统呢 这个逻辑完全不成立哦 这是用赖清德的逻辑 去回敬赖清德 赖清德说 如果你们要做立委 那你们为什么要选议员 如果你们要选总统 那你为什么要选市长 那赖清德 你2019年的时候 你的目标明确 就是要选总统 那请问你凭什么去当副总统 你为什么要去做副总统 你就继续职工总统就好啦 蔡英文邀请你去做副总统 你可以拒绝啊 你可以不要做副总统 然后呢 你就以民进党党员的身份 挑战总统大位嘛 等四年啊 等四年挑战总统大位 为什么你要去做副总统呢 所以你自己可以耶 你自己讲得很开心耶 可是呢 你讲别人 哇 这个 讲别人讲得很开心 讲你自己就不行哦 所以我再整理一次哦 这个赖清德今天的这个bug 第一个赖清德自己本身在做立法委员的时候辞职去选市长 做市长的时候辞职去当院长 然后呢 2019年他挑战现任的蔡英文 然后呢 2019年他也在初选落败之后 配合蔡英文做副总统 请问如果赖清德你说的选议员干嘛要选市长 而立委要选市长干嘛要选立委 那请问当时2010年的赖清德 2017年的赖清德跟2019年的赖清德 以及今年2023年的赖清德 你在想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bug嘛 赖清德以为他拿这个枪 捡到枪想要打国民党 没想到糖炸在他自己的手上 因为所有台中以南的民进党的民态 几乎清一色被扫射到了 以及现在民进党优秀的年轻人 他们有战力有机会能够挑战现任的 民进党过去的优良传统 被赖清德一夕之间毁掉了 再来对国民党来说 我们乐观其成啊 非常乐观其成 因为大局条款是被国民党淘汰的 是被国民党不要的 是被国民党唾弃的制度 民进党想要捡过去 我们开心都来不及啦 我们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民进党他们用公平的制度 选出最强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国民党才会有压力嘛 结果你自己卡一个绿营版的大局条款 限制住自己最强的人 让弱棒去上 国民党应该是要拍拍手 要觉得很高兴 谁会不开心啊 所以很多媒体朋友来问我的 我真的是过敏耶 问我的立场 我们开心都来不及了 所以赖清德自以为捡到枪 但是呢 糖炸在自己的身上 这个就是我第一阶段对赖清德的看法 那我们再讲一下赖清德好了 为什么他要点名王洪威跟点名我呢 我认为他在做一件事 第一他就是在为他自己的派系去报仇 以及呢他很担心说 就是他把就是国民党的这个立委的焦点 就锁在我跟王洪威身上 否则的话干嘛特别要举我们两个 你很少听到一个民进党的主席 然后在中常会里面 然后提到就是国民党籍的新科立委 以及国民党籍的现任议员 我被点名到我高兴都来不及了 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民进党的主席互嘴互动 我作为一个信义南松山的台北市立委的参选人 我开心都来不及了 所以先谢谢这个丞相四见 谢谢赖清德愿意多臭我 未来也欢迎多多臭我 我这个是非常的 我是非常open minded的 我不会说赖清德臭我就玻璃心 没有啊 我很乐意在直播上面 或者说你想要当面也可以 跟你辩论 我们就来检验一下 过去的赖清德跟现在的赖清德有多双标 所以我没有要赖清德吃副总统去选总统 我没有这么说 因为这所有的伪逻辑 都是赖清德自己想象出来的 当时王定宇跟赖清德两个人在选立委的时候 王定宇是怎么凑赖清德的 他们两个是怎么护嘴的 一样在吵说谁之后会去往上选 那请问他们两个今天要不要再出来凑一次 所以你以为你在凑的是王红威 你以为你在凑的是徐晓星 你以为你在凑的是侯友宜 其实你凑到的就是赖清德你自己 不要忘记了那个当立委时候的赖清德 不要忘记了那个当市长时候的赖清德 也不要忘记了当年2019年想要挑战现任蔡英文的赖清德 你现在拿到了权力之后完全就忘记了 好再来ZK蔡提到了台北许淑华 没错就是有人完全不鸟这个条款 虽然这个条款不算是把许淑华归类进来 可是如果民进党认为议员转战立委是很糟糕的事情的话 那就在今天的中常会上面许淑华宣布他要挑战 台北的许淑华议员宣布他要转战立法委员 请问赖清德对你来说这算不算落跑 凭什么国民党的许淑华同个选区哦 我们都是松山信义区的市议员 然后呢我们都是要挑战党内的初选 为什么许淑华不是落跑 许淑华好吧 许淑华好糟糕 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我们有一个现任的立委吗 but so what 现任立委的制度是我们党内自己来决定关你屁事 所以你可以去规定你自己的议员 但是你没有道理说你们的议员转战立法委员很棒 国民党的议员转战立法委员很糟糕 同一个选区老大哥 同一个选区 如果你不同选区就算 在同一个选区里面民进党可以双重标准到 在中常会一方面提出一个案子 大标题写说 不建议议员转战立委 同一天同一个时间 民进党的台北市的议员许淑华说 我要选立委 是现在怎样 两个都新潮流的哦 是今天许淑华在臭赖清德吗 还是其实赖清德想要去臭国民党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假象 所以说议员你不要再拍了哦 没错哦 如果呢 我跟这个许淑华 未来一起选举的话 一定就有很多趣事发生 所以如果喜欢看有趣的大场面的人呢 就是喜欢看有趣大场面的人 尽管来支持我 我绝对会让大家呢 随时看一些精彩的大场面 比方说呢 走到我身边说 许晓卿音乐 你请你不要 可以请你不要那么刻薄吗 类似这样的画面以后呢 这种我都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没有道理嘛 民进党拍板不建议现任议员 参加2024年立委 是今天的标题 同时今天的标题说 民进党的市议员许淑华 要宣布参选 宣布参加党内初选 这两件事不是很矛盾吗 民进党怎么可以双标到 容许这两个标题 同时存在在我们的世界上呢 我不懂 我完全不懂 再讲一次哦 今天的新闻 民进党说不建议现任议员 参加2024 2024年的立委 同一天 民进党这边 民进党的市议员许淑华 表态争取2024年立委 说好的不建议呢 所以我就说嘛 赖清德笑你不敢 你有种你就直接不要 见不见义 你直接限制 禁止民进党的所有议员 参加2024年的立委选举 你要有gots 你做到这个程度给我们看看啊 赖清德不是说 腰杆最直 膝盖最硬吗 腿最不软吗 你就直接 如果你觉得议员转战立委是很糟糕的事情 你可以直接限制民进党的所有议员转战立委 这才叫做决心嘛 不要你一方面解这个标题 自以为臭人 一方面你们民进党的议员就在参选啊 好 为什么我徐晓星我敢去争取这个除选 我敢去代表去参选未来的立法委员 我知道 我的选区未来的民进党对手 我跟你讲 百分之百是现任的市议员 所以凭什么民进党可以我不行啊 凭什么民进党自认为可以臭我 但是我要 人家臭我几句我就要自认理亏哦 我跟你讲在我身上没有这种事情 有的人或许 就是蓝英的有些人 他或许就是被讲两句就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再讲一次 我很明确的知道 我如果代表国民党参选 信义南松山的立法委员 我会对上的民进党的对手 百分之一百 是民进党的现任市议员 所以民进党如果想要打落跑议题 先打自己人啊 你要编我五十大板 你要打我五十大板 你少说先打个许淑华三十大板 你再来讲吧 你忙着打我五十大板 然后说许淑华好棒哦 议员赶快去选立委 这能看吗 这个像话吗 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吗 这个一般的中间选民 一般普通路人 你去问他 大家都会觉得逻辑死亡嘛 他是澎湖浮澎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条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二十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